哈喽,大家好,我是瑞珈 这是一个全新的企划 我打算采访不管是台湾人 还是日本人 还是外国人 在日本生活的一整天的记录 去探索各个职业 还有他们实际上在日本过的一天是什么样子 我从拍影片开始就一直在想 我可以给观众带来什么 还有我要怎么样可以提供更多面向的日本给大家 想了很久之后觉得 我一个人就是一个人的故事 那我可以采访不同的人 那就是不同人的故事 那这个系列的影片呢 都会深入去了解他们的生活 那如果你也愿意成为我拍摄的对象 跟大家分享你的故事的话 都欢迎你填写说明欄的表格 那之后我可能就会找你哦 今天是这个企划的第二集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一位台湾平面设计师 为什么辞掉四年的稳定工作 来到日本学习插画 奔驰在专职插画家的道路上 早上九点 我来到西后商家和他会合 哈喽 你好 西后商 你今天早上是几点起来啊 七点就起来了 好早哦 对啊 但我平常都大概九点 八点九点起来 然后十点开始工作 今天比较不一样 今天我跟西后商要先去他们公司开个会 西后商现在是日本公司旗下的专属插画家 一个月会去公司几天讨论案子进度 其他时间都在家里练习作画 练习作品或是除外寻求灵感 现在要去公司 早上十一点要在位于时尚大道表餐道的公司开会 西后商在十点出门 从家里到公司差不多十一个小时的时间 你一个月都去公司上几四天啊 两三四九六报 因为太久没有去 然后每次来这边都要重新找路 迷路 对都要找是哪一个出口 在来这边之前 然后就是在网路上看到我喜欢的一个插画家 然后他做的一个那个MV 然后当下就有点打那个冲击到我 然后后来我就想说要当插画家 所以就来这边学插画这样子 对 西后商都会在开会前五分钟就到公司 例如今天是十一点开会 就会在十点五十五分到 不过早到但又不迟到的刚刚好的时间 也是在日本工作养成的习惯 西后商在六月十四号到六月二十三号 会在新宿的BIMUZU JAPAN四楼举办连展 这是他第三次举办连展 可以在BIMUZU JAPAN举办 对他来说是作为插画家往前的很大一步 今天的会议也是要讨论连展要展出的作品 以及贩卖周边的细项 他一直跟我说他真的好紧张哦 谢谢大家 谢谢 这个老板因为原本就认识 然后就问他一些工作上的事情 之后想要在日本做设计师 或是插画家这样子 是因为有那个Visa的问题 所以就是我想要在这边找那个正直的平面设计 那后来就是老板觉得平面设计的话 因为会一直那个加班熬夜这样子 那他觉得这样子 我没有很多时间画插画觉得很可惜 那他后来就是也是借这个机会说 那你要不要进我们公司当他们那个插画家这样子 所以就是想要好好珍惜然后回报 因为这个机会真的是很很难的 对对对 因为这种机会也是很难的 所以我希望就是他也是给了我这样的机会来这边工作 所以我也想要就是好好回报他 然后努力试试看自己能够走到哪一步 你应该讲日文给他听啊这么感动 因为我妈说看那个什么Youtube 感觉录讲好像生活饮食好像不一样 所以找了看起来比较健康的料理 平常都几乎自己煮饭的西侯桑 在有来公司的日子都会去附近的车站晃晃吃午餐 也是她忙碌中喘息的方法之一 最辛苦的话就是 常常工作的时候就会想说自己现在画的这个风格 到底能够坚持多久 就是因为会有那个比较退流型的时候 常常会跟其他的那个插画家就会想说 就是别人都做得很好 可是自己的话还没有那个起步的感觉 就是会觉得说可能还要再下一点功夫多练习 可是你的辛苦的事情是很正向的 很正向 最值得的事情就是 因为我之前就是常常会做那些卡带 然后专辑或是那个黑胶唱片的案子 所以就是拿到时候当下就会觉得很开心 就自己的东西然后实际被印刷出来这样子 就觉得想说想要更努力画下去 可能八九点练习 然后或是晚上睡前的时候 你练习画图是怎么练习啊? 练习的话我基本上就是会看杂志的 那个实际的人像 时尚服装杂志 那或是是一些 网路上它有 日本有一些有那什么插画的那个教训 然后用这些去 当练习这样子 吃完午餐 西火山带我前往六月中要举办的 连展场地丑摊 看看其他双作者是如何设计商品 以及商品摆放 为自己的连展做准备 最后应该会在这边 这边半连展这样 这一块 对对对对 这一个是领钱包 就是这样子放领钱 像什么Niko &的啊 然后就有再出类似这种商品 然后所以我原本也是有想过要不要出 可是因为它那个什么一次生产量好像蛮大 两百以上吧 好多哦 对对对对 所以那时候就有点放弃 这件衣服超酷的 欢迎光临 你在来日本之前有想过在日本可以这样开展吗 完全没有 而且甚至也没有想到可以在这边做那个插画家的工作 因为很喜欢看这边然后妄想说希望自己也可以做类似的产品这样 然后就已经离自己的梦想跟前进一大步了 真的 看完展览会场 西火山说要去附近的书店买一本关于艺术的书 于是我们又赶着前往书店 他边走边开心的样子就像是要去见喜欢的人一样 找到了在这里 因为这个是我之前有一个喜欢的插画家 然后他最近就是有买这一个 好像是在介绍对 巴黎年代的日本的艺术 你常常这样子来书店找一些想要找的书店 对对对对 就是我平常都会找一些设计书或是这种 就是会介绍一些插画家这样子 就是一些采法 这个我也很喜欢 谢谢 请不吝点赞 哈哈哈 买完书之后 结束一天的在外行程 西火山准备回家继续绘绘制展览的作品 帮一个韩国的DJ做了一个黑胶唱片 黑胶唱片很酷欸 很酷 里面音乐是一样的 然后就是有分成白色的版本 黑色的版本 这个是作家赖以为他今年出的恋爱小说 然后这是帮他画的那个封面 里面还有画页的部分 而且满感动的是我刚才看到最后面那边有插画家介绍 一般来说这种书很少是会特别介绍插画家的 所以我看到就觉得蛮感动的 然后这个是我第一本帮日本杂志画的插画 这个跟现在的风格有点不太一样 这个Vivi杂志的 今年三月的 画女孩子努力的运动啊瘦身啊 然后打扮自己让自己变越来越漂亮 而且你的图就很有你的世界观 因为这个事业的用色啊 那些还有字体都跟其他业比较不太一样 也很尊重创作者 这个是新年四月初的创刊号 创刊号比较用心 所以就是找了好几个插画家画 那其中有一个专栏的部分 就是请我画这样子 对啊就是如果说杂志里面只有几页 这样子是一个开始到完成 差不多要花多少时间 最快大概四五天左右 对因为他们有时候希望赶快弄出来这样 所以一般都会很赶 就时间不会太长 这个是韩国的杂志 也有顺便帮我宣传我的图 语言能力是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 有很多外商公司他们是要求英文啊 什么什么的 可是这里是日本 还有日本人 你用对方的语言跟他讲话 会最容易打到他的心里去 工作其实就是人跟人之间的互动啊 那如果说你要讲话打到对方的心理 要感动对方的话 那还是语言是很重要的东西 然后我想讲一个就是N1N2那个重是重要 有会比较好 但是基本上找工作的话 那他们基本上不太要求你的那个证照 而是比较说你能不能够跟对方用日文直接沟通 到时候找的话可能不一定会找到工作 然后甚至是你想要做的工作 可能就是尽量好好的增加你的一些技能这样子 然后再就是尽量不要放过任何机会这样子 大家虽然看西侯桑就是他好像很顺 但是其实他在这个之前找工作也是很辛苦的 也是经历了很多很想放弃 但是又坚持告诉自己不要放弃的时候 真的就是要一直告诉自己说对自己有自信 当你跨出那一步的时候 你就已经是掌握机会了 所以就是不要对自己没自信 因为你已经很勇敢了 因为我做那个插画家之前 然后是做当了四年的平面设计在台湾的时候 然后后来才开始画插画 就是现在已经画大概三年吧 大概画了一年多年才开始慢慢有一点起步 这样子 这一年的话就是宣传自己 那可能第二年到五年之间的话 就是希望可以再多一点音乐或是杂志 比较大型的品牌能够一些合作 再来是个性上榜 希望就是可以再更有更多自信 或是在构图啊或是在决定一些那个工作内容的时候 能够再果断一点 嗯 因为有时候会有点犹豫不决 所以我对自己没自信的时候就会去想很多 就是啊一路也是这样走过来啊 然后就会突然又对自己觉得好像 因为其实我也没有这么早 然后尽量多跟外面的人相处 对 绝对不要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对 多走出去跟大家说个话接触 当然说就是自己的时间是很重要的啦 可是当你已经到一个点的时候 你千万不要把自己关在家里面 然后就是自己一个人烦恼 因为人真的是群区动物 你要跟别人接触啊 然后多去获得一些刺激 你才可以去消除一些心中的不安 我这样觉得啦 嗯 我们今天有聊到这个话题 你说的很好 对 呵呵呵 那现在呢因为西侯桑她要去练习画图 就是就到最后了 那我就去拍一些她画图的样子给大家看 然后西侯桑就要跟大家说拜拜了 呵呵 啊你快去画图 好我去画图 拜拜 拜拜 来我要去画图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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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